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的乐视 我们也是妇女的乐视 我们的一半昨天过节 虽然昨天了 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追议一下 而且我发现 本来我想宣传两会 中国一片大好 但是你们两位 反倒提出这个话题 说是昨天晚上的奥斯卡颁奖礼 这是个心态 反正你是娱乐的话 心态一摆正 放开来做奥斯卡就好看 怎么叫放开了 他哪年不放开了 不是 他知道自己是要做娱乐的 那问题是两会 现在情况是 他们是很震惊开 但我们老百姓网民 就是看热闹那么看 对不对 特别也有一些趣味的情绪 比如说有的两会委员 在分组讨论 他休息的时候 说跳个拉丁舞吧 挺好玩 他的直播是早上八点 的红地毯 结果到了晚上 香港的明珠台 有一个加拉斯木的播 从八点开始播起 我对了一下 中央六台呢 是从晚上十点多开始播起 一个八点播起 一个十点多开始播起 可是呢 中央台结束了 香港台还没结束 中央台三的多吗 就是说他把三四个小时的节目 卡成了只有一个多小时 我不知道就是 可能中央台肯定有一句话不能播 就是他那个主持人呢 就那个白头发的那个 叫什么 斯蒂夫马 斯蒂夫马 对吧 我不懂英语啊 他们解释给我听 但我觉得他们这个言论尺度啊 也太宽了点吧 特别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错了 他说了一句这个话 他说这个 反正就说今天晚上啊 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 这就是一语双关嘛 他说了一个 什么球 那个意思说 今天晚上 很多男人的球 也会被拿在手里玩 是不是他有这么一句话 我忘了 他们说他是个双关语 大概是电影的名字里面 有一个是 是什么球 他说反正今天晚上呢 也有很多球 我这句话能说 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是拿过很多奖 他很奇怪的一个人 就是说你平常看电影 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就是演闹剧 演喜剧的 但他得过一个奖 前年的时候 得过一个马克吐文奖 马克吐文奖是什么奖 马克吐文奖是美国专门颁给那种 写笑话 写喜剧 写段子 就等于你幽默到一个程度 就是能拿奖的 而他拿那个马克吐文终身成就奖 要不这叫许蒂夫 没错 在中国就来个赵本三奖 就大概这个概念 然后而且呢 他还是个很严肃的弹一种琴 叫banjo 那是美国南方的乐器 他出很多唱片 去年才拿了葛莱梅奖 他演奏那个乐器 简单的说 他是美国演员中国知识分子 就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人 知识分子 最爱讲黄断 没错 他里边呢 有一句呢 我看中央台的翻译 就把他 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 就把他错翻了 但他们讲其中一个演员的时候 说他很high啊 他指他戏里边的角色 是戏大麻 香港就翻出来的 中央台翻成他特高兴 对 那个是另一个主持 Ellen Baldwin讲 那个人呢 是出名的左派 他是超级民主党的 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就他平常他是演员嘛 但他也搞演员工会 动不动就出来 以前就是骂布什的 就每个礼拜要开记者招 他会骂布什是那种的 你看啊 这个东西就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你像我跟台湾的这个嘉宾就谈 你看台湾最近也有这个事 就是有人在那个部落格上面 就他们的就是博客 上面就是写一些 比如说台湾也有深蓝 那就是这个归宗祖国啊 就是要统一啊 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郭冠英吗 他就因为范兰钦事件 惹这个事件 我看这个事件的相关材料呢 台湾还有一个艺人 这个艺人呢 他也表达他的一些 说了可能两句什么话呀 就是中国呀 什么一个中国之类的 然后马上在台湾遭到那个爆赛 群殴网上 因为台湾很多这个台独思想的人 本土派 对吧 本土派 那么其他的人 你看在问这个什么综艺大哥大啊 接受采访 我就发现你看中国艺人 他们的本能的反应 就是说 哎呀 我觉得我们这些艺人啊 不要涉入政治 对吗 不要去议论政治 因为我们是给老百姓带来 Entertainment 是娱乐的 搞得这个艺人呢 就那意思不要暴露政治立场 不要说你支持哪个党 或者你支持什么主义 但是你看 这跟欧美国家特别不一样 这个 我看到欧美国家的很多这种娱乐明星 他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而且他一点也不隐晦 在任何场合 宣扬他这一套 但是怎么老百姓也没怎么推他呢 有时候也有 但是问题是 你要分清楚 场合时段环境 比如说像 昨天晚上那个组合 那个另外那个主持 艾力宝云 他是个拙派 Tom Hanks 就是坚定的共和党的粉丝 就是大家立场都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说 比如说今天是为了搞电影的话 那这些东西就先甩到一边去 他能够开政治玩笑 但是他要能够接受跟容忍 大家在同一个台上 是比如说因为他们 这个晚会 基本上有点像 他们的一个家庭大派对 大家庭聚会 大伙也都认识 都知道谁是谁 你是干这个 他是干这个 他政治立场是这样 我是这样 咱俩完全不一样 但是在某一点上 是共通的 这说明啊 这还是有游戏精神 对吗 就是说 我们政治立场有别 但是呢 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 把手言欢 对不对 但是 不一般来说 像奥斯卡这样的情况 还是民主党的这一派 比较好 莱坞本来就是 好莱坞 反战嘛 对 所以他总是反战 他们今年已经算好 以前的每次拿布什 开一下玩笑啊 对 而且今年就很明显啊 你就他能说出这种话来 就是说这个 那个编剧嘛 得奖 就是拆弹部队 拆弹雄心这部电影 那个人就说 我原来当记者的时候 在伊拉克 我受到这个触动 他就直接用 就是在那场 不得人心的战争中 他就在这么一个 很公开的场合获奖 特别他要发表他的这个 他很微妙的 把握了那个尺寸 就是说他包括 他得奖这个电影 他既写出了 这个战争的荒谬 但他还要歌颂 又歌颂了美军的勇敢 而且最后得奖 两次都感谢 千千万万 妇女跟男人 在前线为美国作战 他们为我们 我们在这里为他们 所以他这个是 左右两面都支持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 一直有个想法是这样 就是他觉得军人 是受到命令去打仗 对 那个仗是不正义的战争 战争的错 不是军人的错 越战的时候 他们会骂军人 但是越战以来 他们我想大家学到一个教训 就是你不能把矛头指向军人 要不然就会出 Rambo那种 那种家伙 对不对 所以那很可怕 所以军人是无罪的 你要对付的是 那帮派他们去送死的那帮人 而且你看这次这个颁奖 感觉也是三八妇女节嘛 对吗 女人胜利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前妻和前夫 就是一听说前妻的电影得奖了 前夫的反应显得有点过度 马上站起来 好好好 但你发现 这个前妻啊 始终没有一句感谢她的话 她两次得奖 两次发言嘛 因为事先人家做了很大的渲染 说是那个前夫 劝他接受这个剧本的 说是帮助他很多的 而且那个老公啊 讲了很多话 如果他得奖会怎么样怎么样 整个镜头安排都是 女的坐在前面 男的坐在后面 拍女的男的就在背景上 所以他上去两次得奖 他谢了很多人 就是没有一句提这个老公 还是耿耿于怀啊 要不是吧 也不必 卡梅龙嘛 现在这都在造这个嘛 就是说一个前夫拍的电影 但是是史上最卖座的电影 一个是前妻拍的电影 这两个前夫 不过我想就是 你讲将来的影响力 肯定还是阿凡达比较大 就其实很多电影 在奥斯卡不拿假 或者怎么样 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不是说他艺术成就有多高 而是说这影史上的影响力 他一定比铁达泰坦尼克号还大 因为他在技术上的 那样的一种推进 对不对 所以这是没得说的 但我觉得昨天比较有趣的是因为 是三八妇女节 然后美国也认这节吗 都是啊 然后也看一帮女人的那个情况 比如说像 梅丽史翠普 那么是从头到尾 大家就一直不断的拿他来开玩笑的 就比如说 十六次平民 对 大家说应该要限制一个演员 这十六次提名以上就不准他再来 然后而且我发现 梅丽史翠普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境界 就是他连那种在台下 人家提到他 或者提名要拍到他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刹那 其实你也要演戏 对对对不对 比如说你被提名了 人家拿奖五个镜头 哎呀你怎么好高兴啊 这都是在演戏 我脸上当时就绷不住了 但梅丽史翠普连这种场面 他都演得比别人好 对 你就看着他太会演了 他什么演 我倒没注意到 你没注意到 每次在台上的人拿他的成就开玩笑的时候 他都那种笑容啊 那种姿态都很雍容 很大度 很华贵 但是又显得要又很幽默 就是各种的情绪 他都要在一两个镜头把它表达出来 他这个大场合就像他演戏 就像自己家里party一样了 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 就他这个人啊 就你也没办法 他提名十六次 但是只拿过两次 那么我觉得最近几年 他几乎年年提名 就对他其实很不公平的地方在哪 就我觉得在每一年的提名的那些名单里面 在我看来 他的演技确实要比后来拿奖那个还要好 但为什么不给他呢 就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形成个印象 就觉得他演戏好是应该的 就他现在已经不是跟人比较 他是跟他自己比较 除非你比以前的有绝大的一个突破 否则人家就不会 人家就觉得你应该啊 评伪的心理很复杂 比方包括这次阿湾达没有得奖 很大一个心理是什么 我后来想起我们有一次评 那个小说讲 那个于华的兄弟上来 结果有一个评委就说 哎呀于华的兄弟 搞费已经拿了上百万了 我们何必在井上添花呢 哦 大家都有一个评 居然是这样 一个心理评 对不对 何必井上添花呢 天下乌鸦一般黑 评文学界 真是很一样 那为什么这奥斯卡又挂上妇女杰了呢 你知道那个女女最佳女主角多大吗 啊 Central Bullock 演了很久了 对对对对 但是你你你你现在凭印象觉得她多大 我觉得她应该有四十吧 五十了 四十五 你爱把女的说老了 我有这个情像 然后那个导演吧 五十八 整个这个 你看到西方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舞台 给女性的这个光彩的年龄段 比亚洲多得多 长得多 你明白我这意思 他上去 人家还是觉得她是个漂亮女性 不是把她归作为你是德高望重的 还是美女的这个 这个美女 谁谁都夸她衣服最漂亮 相貌最漂亮 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漂亮 可是你知道按中国人的想法 你升四十五了 对 你都四十五 你还你还办什么漂亮 不是四十五岁 就是过去在美 现在也都从同成为老艺人 称赞她的时候不叫她漂亮 叫她得意双心 没本 你明白 你你我们没这个概念 她是四十五 嗯 所以这个事情很大 那个那个那个导演五十八 看上去也就五十来岁的这个样子 导演当然人家不从 那另外你看整个这个晚会 她为了吸引年轻人 搞了很多花样 表演舞蹈用街舞 嗯 用了几个那个那个现在那个 吸血鬼那帮 那个吸血鬼的那帮人来 但是你看得出 她整体占主流的 仍然是上岁数那帮 这个是妇女节应该聊的话题 对 最近我听很多人说 这个刘美回来的就讲 就是说中国人喜欢找小的 喜欢找嫩的 喜欢找这年纪小的 她就不理解 她说比如说就像好像在美国吧 就是三十多岁的才叫女人 嗯 二十几岁的就叫哥儿 就是还是女孩子 对 就包括你比如 他们讲就很多世界名牌 普拉达或者是什么 咱们今天的可能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 也买卖 买卖买卖 买卖买卖 这些牌子 她说这些牌子啊 往往是三十多岁的女人 她才能穿得出来 没错 对吧 她有这个经历 有这个素养 有这个内涵了 慢慢的穿得出来 甚至就说这个这个 毁应毁盗的 对吧 就是说 所以你用我们广东话讲 我们广东人常常 香港人常常说一句话 就说人家穿衣服 带东西啊 背不背的起 就是背不背的起 就比如说有时候你看些十来二十岁 在大陆看些年轻小女孩 也穿着满身名牌 你的感觉就是她没没 她背不起 不是说你没钱背 是你时候不到 而且文化符号跟你的身份不符合 如果一个不到二十岁 十七八岁女孩 站在酒店门口背一个 Chanel的这种很贵的 几千上万的包 那只有两种可能是比较解释 一是假包 第二是人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父母有钱 父母有钱会教点文化 不会马上背Chanel 你会背一些年轻的 你背上一个通常四五十岁贵夫人用的包 你这样背的很可疑 就是反而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咱就说是最俗气的 说漂亮不漂亮这事 我发现漂亮不漂亮这个事 跟心关系非常大 你看有的女性 她自身 比如说也很成功 对吧 那么她 我们说的还生活在社会中 不像像有些家庭主妇 就感觉就陷入家务劳动之中 她也就不出去参加什么party 我就发现 老出去跟人社交的这种女性 真的她自己也注意 对吧 你比如像我们有些女性朋友 就是那就是她自己很严格 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前必须睡觉 而且这个就保养 真的说是到四十岁 你看着啊 长得还是很漂亮 甚至都能没有皱纹 但是呢 如果我不是说贬低女人 这个家务劳动 但是你也确实看到中国有些妻子 哎呀 这个反正伺候老公啊 天天都带孩子 这样这样这样 而且呢 她对外界世界啊 兴趣也慢慢的缺缺 这样的女人呢 好像就是感觉是她不打扮了呢 还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老的有点快 好像 我想这个老啊 或者年轻啊 还不最重要 就外表 还是在于心态 就是说你 比如说像我们昨天看到那位女导演 其实她年纪也很大 对 你仔细看看得出来的 虽然她化了妆 但是问题是她那个活力啊 什么就是来自于一种就是 我做家务当然也是个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问题是你必须要有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心 你仍然关心旁边的事情 你想跟这个社会保持某种的关系 对 这个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昨天那个 她那个女导演不是第一个拿了奥斯卡导演奖的女性吗 对 那过去那么多届啊 都是有女导演被提名 但每一次都败在一些叫好叫做的电影 比如说有一届是谁被提名 就输给了希德勒的名单 有一届被提名的书给泰坦尼克号 就每一回都这样 那这回呢就终于迎光阿凡达 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个电影好玩的地方在哪 这个女导演 她我觉得她还打破了一个大家的偏见 就大家过去常觉得一个女性拍的电影 就应该是阴柔的感性 感情戏 但这个导演是从来是拍动作片的 而且拍的特别好 我看过那个动作片拍的真好 这部得奖的电影啊 真狠 没有女人的 全部是男的 全一帮军人 就是几个军人 但把几个军人之间的那个感情也写了 而且都是那种哥们的感情啊 所以啊 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还挺有意思 说是这个当年是上个世纪 还是上上个世纪 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 写了这本书之后 就举枪自杀 他就是研究这个性和性别的 说他这个思想啊 对很多的后来的哲学家都有很大启发 他这个什么思想呢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才就讲这本研究性与性别的这个书 他这个作者就讲啊 实际上存在一种我们所谓的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一个叫M一个叫W对吧 可是他觉得呢 男人和女人现在净未分明分得这么开 好像说是因为解剖上的这个原因 是吧 生殖器这个原因 但是他认为呢 这个分法太粗了 太简单了 真正你研究 你会发现有些女人的胯骨是很窄的 对吗 甚至于说认真解剖下来 人在怀孕的时候几个月之前 是存在着男女两个方向发展的 两套生殖器官的发展的可能性 这就是说啊 这是有些男人比女人还像女人 有些女人比男人还像男人 就好像咱们说拍胸毛 最近科学家发现呢 就有些说沾胸毛有阳性气质的事 我跟你说 胸毛多的人 磁性激素多 磁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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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蒙多 是最近的研究结果 所以啊 他的意思是说呀 这个这么多年来 女人是个什么样 甚至说女人的大脑 有些人研究比男人轻多少啊 什么什么的 他就觉得这些的区别啊 其实男人到女人之间是一个过渡的状态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物种 但是体貌上的这个分别 是一个很过渡的状态 也就是说啊 曾几何时是男人把自己的标准投射在了女人的头上 所以他就觉得女人是男人的一面镜子嘛 所以你想女人怎么样温柔可人 比如说甚至拍拍电影 不适合拍这种拆弹部队的电影 适合拍一些男女情爱的电影 这都是形成了我们的一个一个定式的这种思维方式嘛 嗯 不过其实像去年啊 正好是第二性出版的50周年吧 啊 波夫啊 对 那这本书其实很多那五六十年前就讲 就是说这个女人不是天生的 女人是被造成的 对 它是社会中形成的 但现在后来又有一个新的说法 就后来的女性主义学者像朱迪·斯巴特勒 他们呢就喜欢强调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男女性别的这种气质差异啊 它不只是个性别区分 它还是个性取向区分 选择 就是说不是 性取向就是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就是他们现在流行有新说法 就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啊 人的在性上面的区别首先是性别差异 嗯 然后接下来就可能是性取向的差异 那现在说法是倒过来 就是说人是先有性取向的差异 才去强调性别差异 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可能被制造成或者被训练教育成一个异性恋者之后 然后我就被告知身为一个异性恋者的男人 嗯 我要拥有某种气质 嗯 那假如你是生来或者是被训练成一个同性恋者 你可能会说我既然作为一个同性恋的男人 我可能要拥有某种气质 这个奥斯卡一样表演 角色表演 嗯 先定了角色 对 然后你就做你这个角色该做的事 这是被表演出来的 所以所有的性别啊 气质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表演 不过这个也难说 就像你刚才讲这个写第二性的这个这个波幅啊 现在后来很多日记出来 说他一方面他是一个那么女性主义或者女权的这个这个人 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跟萨特的这个关系啊 简直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甚至啊 为了挽住萨特的这个心呢 他给萨特的情人找 两会访谈录2010